本年冠大比鄉的鹹菜 全台灣最有名 一年三世有四億八千萬喔 不過是鹹菜 春節節和一堆菜 怎麼處理 是真最老金 代代肥仔科研究團隊 最近就因回收再利用 用地追散優勢 不能可以 吃這個型態循環經濟 也能夠來提升副家的隔斷 如果人家的空間隔壁水延發嚴重 有像這樣 大比鄉公司一項處理 供應處理都差不多 通過農業市補助 公司便利經費來做回收處理 大比鄉公司表示 大比鄉公司表示 原來新菜鹹菜的兩專台第一名 1月3日也能達到四點八億 但過去後有壓制 亂渡鹹菜的火水 為了表面造成環境負擔 現在都將火力一項處理 但經紀代代肥仔科研究團隊發現 那將鹹菜的火力 經過中和雕競層一筆 會等幫助助理和地方行動 就是這種所謂的生物循環再利用的一個技術 然後我們是希望以雲林線為建立一個技術的平台 還有希望以結合雲林線的這些農漁農漁業 然後建立一個釋放場域 然後希望透過這種所謂的支援循環再利用方式 幫助到水的漁民 他們讓產品做價值 把這個廢水可以造成有用的一個營養源循環再利用 那目前透過這套技術可以把廢水做成液肥 來提供養殖業的一個養分手續 雲林管黃博玉就說 有很多比方的檢查火水處理 是一條零政法究竟的方式處理 一年代有六百黨的火油誤水 米蘭來使用透過三國合作 將這條生態優先的模式技術代入 對環境、地方財政負擔 還有肥仔擁有幫助 這將由雲林報導 謝謝大家